一期需要安装在牢固的工作台上 且工作台尺寸不得小于880乘以605毫米 沉重能力在150千克以上 首先把挂钩螺纹端悬入水帘柜右边的小孔内 并用扳手锁紧挂钩上的螺母 使挂钩弯头朝上 挂钩安装完成 排风管可拉长至2米 将直径标志为153毫米的一端 连接到水帘柜顶部的出风口 并用爆枯锁紧固定 直径标志为150毫米的一端 可以直接通向室外或其他通风管道 要求该接口直径为145-149毫米 然后连接进水管 进水口位于仪器右侧 通过一个四分的水管接头 同外部的水源相连 外界水压不应高于0.3兆帕 接好水管后往喷漆室内加水 直到水位有70-100毫米高 大约与滤网上表面齐平 达到水位后关闭进水口阀门 连接排水管 将小爆枯放入排水管中 然后将排水管插入右侧的排水口 为保证正常排水 排水管的出口高度 应低于水连柜的排水口 再连接外部气管 将外部气管插入右侧的进气口 拔起气压阀 根据需要左右旋转 调节到合适的气压 将喷架器管 将喷枪器管与前方出气口连接 然后接上喷枪 喷枪可挂在右方的挂钩上 然后放入室板架 室板架可调节三种不同的角度 在连接电源线 顺时针旋转启动开关 离心风机和水泵 照明灯管同时工作 如果水连流水左右不均匀 则可调整底角上的螺丝 使整机水平 调整水平后 放入室板 即可进行喷漆作业 当仪器停止使用时 按下启动开关 离心风机和水泵 照明灯管同时停止工作 如果开机后没有水连 则很有可能是水泵供水循环管道内有空气 则立即关机 旋开水泵排空气旋钮 往内部加水 在锁紧排空气旋钮后才能开机 过滤器擦装 仪器使用后 将水过滤网往上提起 可取出过滤网 进行清洗后 再重新安装 预计操作完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